Hello,大家好,我是六一,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然后今天的主题呢,是想跟我的朋友分享一下 我们俩在Sephora今天上午10点钟去采购的一些东西 哇,今天上午10点,我们以为周五嘛,以为没有人 结果发现卧槽,好多人啊,全是人 所以我们在这么多人厮杀的情况下呢,还是买到了很多东西 所以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这是我朋友来福,然后我今天是平安 我今天不是六一,我是平安 然后这个原因呢,也是因为我们之前是去大洪华是吧 对,是在大洪华里面,然后碰到一个就是一个邪教 反正大家也不想知道 船教,也不是船,反正就是那种 反正现在想起来还是挺后怕的 感觉以后遇到这种人应该马上跑 因为他跟我们俩取名字 然后我叫平安,他叫来福 所以我两个就自动被归为了那种 组合 对,平安来福 对,就是喜庆的这种组合 所以我叫平安今天,然后他叫来福 好,我们今天呢,有三样产品呢 是我们就是买,就是一起买的 就是都买了,就觉得都还不错的产品 然后呢,其他的呢,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现在呢,先说手头有的这些 对,三个一样的产品 对对对,然后呢,先从第一个开始吧 我觉得也是我觉得最激动的一个东西 就是买到了这个大网红 这个大网红,为什么我叫 这个大网红,这个Hourglass的那个 这个高光,对,很多人都在推 我们从那个shamping 是shamping吧,shamping跟那个gold shamping flash跟gold flash里面选了这个gold 这个为什么,哇,你为什么想开开的 所以你们到suffer买东西的时候 一定要自己打开包装检查一下 有的时候有些人很坏,他就把打开了 然后又不还原 我们是觉得这个gold flash呢,要亮一点 是吧,比那个shamping shamping,因为他们两个都是那种比较settled 就比较平静的那种高光 然后这个呢,就比那个champing flash 要亮一些,这个gold flash 所以我们还是选了这个比较 比较看得出来的 因为想到夏天嘛,反正 粗矿一点 对,夏天要这种bling bling的才好看嘛 所以就选择了这个gold 然后他涂鼻梁也很好看的 然后,而且很细嘛 所以涂在脸上的时候呢 不会显得就是毛孔很大呀 或者怎么样 然后当时我们试的时候还发现呢 他这个东西 因为我第一次用这种高光的东西嘛 他居然没有破坏到底妆 就是你的底妆还是完整的 只是让你的底妆看上去更有光泽感 就是今天,对,去店里试了 就直接涂上了也是这个颜色 就比较那个的 你有直接拿棒去划它吗 我没有 你是点上去的 对,我就点上去 我就拿那个笔这样点上去的 所以我就觉得还是挺好的 而且我第一次尝试这种棒状的产品 然后让我觉得比较兴奋的 因为今年就是高光年 下一个就是这个KVD的这个 很有名的一个唇彩系列 然后是两支 我们觉得还挺划算的 因为它两支是22块钱 然后打85折嘛 所以算下来其实也不贵 而且这种东西反正也用不完 所以买两支试一试 但是要吐槽一下它这个包装 它这个包装就像那种 塑料垃圾纸 就像Sophar送你用鸡头饭的东西 你知道吗 我现在嘴巴上涂的是 是这个Lolita 2 Lolita 2加一点点 等一下我要说到的那个Fenty的那个唇釉 我觉得那个唇釉有点黏 我是觉得等一下再说吧 但是这个颜色还挺好看的 是那种 裸 裸色中带一点橘 玫瑰还是橘啊 橘 这个是橘 我感觉 这是Lolita 2 就是Lolita 2我觉得是有点橘吧 这个特别干 会让你嘴巴显得特别干 对对对 到上午涂到下午就裂开了 对对 越强则强 就是越到你嘴巴干 越干它越裂 对对对 就是那种 然后Lolita 这是Lolita本尊 本尊呢 我觉得 我觉得2好看 我觉得Lolita 7要跟Lolita好看 因为Lolita 你们这样看就应该明显一点了 就是Lolita 2是 这一个嘛 Lolita 2是上面这个 然后要橘掉一点 下面感觉要更粉掉一点 对我觉得两个颜色其实都挺日常的 只是我们更偏向于Lolita 第三样产品 哇今天说的好快 你看已经说了这么多了 就是这个Fenty Beauty 今年的大网红 也是他家的这个明星产品了 就是他的高光和一个这个唇釉 对 然后这个高光我看网上有很多人推荐嘛 所以当时我冲进去第一样我就买了这个 哦这个高光不是那个双色的那个 对它是小的 对对对 这种问题 还挺金的感觉 我都不知道上脸会怎么样 我感觉上脸会不会成为那种 它是我现在光线的问题还是什么 它为什么会有点粉呢 感觉 对你看 就感觉它好像是因为反了这个光 是因为我前面有这个东西 就有一点感觉不是特别日常的高光 可能在海边要好一点 我觉得在海边看起来会比较夺目一点的那种 感觉是比较欧美系的 对因为这个下面这个是那个gold flash嘛 然后上面很上面这里有一点点这个 我感觉试色也不准确 大家如果要去看的话 还是看一下网上那种专业 试色达人的那些试色 真的很牛逼 就是抹开一点它是比较日常的 你如果就是一下子涂太多就不太行 我觉得对抹开要好一点 而且我觉得这个颜色其实当眼影应该会出发 感觉也不是特别细腻了 是那种我感觉皮肤比较健康的这种女生 会喜欢一点的这种高光颜色 对但是也是好看的 我觉得作为这样25块钱吧 就一套好像25 25块钱 我觉得对对对 我觉得25块钱的话应该还是可以的 它比较实用啊 因为两个都比较小 就可以皮肤除除完可以带着走那种 对但是我今天不是涂了个top coat 就是这个Fenty Beauty的嘛 因为那个开放地太干了 但是我觉得Fenty Beauty的那个唇釉的话 我就觉得一般版就是有点黏嘴 是颜色是好看的 对颜色是那种淡淡裸粉 感觉也可以比较 如果你日常的话 出门也可以只涂一个这个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三个 对三个一样的东西 然后你先来讲一个不一样的吧 好 让大家开开眼 你把这一盒还你多了 我这是什么 这应该是一个 是一个洗鼻鼻蛋的东西 这是一个洗鼻蛋的东西 然后呢 对是Beauty Blender 它家最初的那个洗鼻蛋 是这种肥色的肥皂 有没有香味啊 就是没有 就是没有啊 普通肥皂的味道 哦就是 但是提的挺干净的 这个应该也能洗刷子吧 我觉得 对我觉得它什么都可以洗 因为我反正平时积分换下来 但是我那个不好的是 就是不能带出去 就积分换 这也不能带出去啊 这怎么带出去这么大一个 你带出去嘛 至少它不会流出来嘛 是吧 它有个盒子 嗯 是啊 但是它非常的重 所以也不太适合被带出去 对对对 但是感觉还是挺 这个可以用一百年了吧 这么一大盒 是是 一个肥皂洗身体都可以洗 不知道多久 更何况是洗这些 又买了它家一个全头类产品 也是大家推荐了很多的这个 blocking powder 然后这个是专门用来补妆的 但是你也可以用来当setting powder的一个 粉饼 类的东西 然后它是有色的 我选的light 然后它还出了一个 出了三个颜色 就是light median 然后一个 dark 好像 它有没有颜色的那种 对它也有一个transfer那种 就是白色的那种 就跟NARS那种出的那种 大块的那个饼 是一样效果的 然后它里面 我主要是看出它里面有个铺子 就是有些 就像NARS那种特别控油的那种 它里面那个铺子很难用 然后呢 你也不会带出去 因为它太大了 然后这个圆圆的嘛 然后放放进去还挺可爱的 有点那种 螺丽塔 然后黑暗螺丽塔的感觉 这个还挺好看的啦 对 是那种像什么油 stamp的那个 对对对对对 我已经尝试过一点点了 就是用它来 定了一下鼻翼的妆 我觉得效果是很好的 因为后来已经没有出油了 就马上迅速的 就像吸油纸一样 把你的那个油光给 block进去了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它的这个 确实他们家出的产品 就是要么就是 要唇膏就给你 定的死死的 一天都不掉 差不多 对要么像这种blocking powder 它就直接就吸油 定的死死的 你脸就看起来 特别的无油 该亮的地方亮 我觉得它家的产品 确实是质量还是不 眼线笔 eyeliner 这个是什么颜色啊 这个是 是那个胶 眼线胶笔嘛 对对对对 这个很好用的 是不是很滑 而且它一点都不掉 就像我这种 就是下 因为我很少涂 下睫毛高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下睫毛 特别容易出油 然后这个东西 又是从内眼线的嘛 就更容易出油 但是它都顽固的在那里 坚挺着 对一点 而且等一下 它根本就脱不掉 而且蟹也蟹不掉 我当时在Suffer买 为什么要买它 就是因为它蟹也蟹也蟹不掉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好 什么叫做蟹不掉 这个就是蟹不掉 就是真的蟹不掉 真的蟹不掉 它蟹的这个椅子在动 所以真的是蟹不掉的产品 这个真的不行 哇这个真的 哇这个这么难蟹吗 是吧 那如果涂到眼睛上去怎么办 眼睛还好 可能是因为待了一天了之后 它自己也有一点被油 对油脂分解了吧 但是它不会就是掉到下面一颗一颗呀 或者是黑呀这种都不会 所以我觉得还蛮好的这个产品 然后夏阳 我说一个吧 我说一个这个吧 夏阳就是要说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我们最后一个peak的产品 就是这个 然后是一个面膜 然后这个面膜是一个五合一的产品 五合一产品是什么意思 什么Norishing啊 climb, firm, plump, refine 哇感觉狮子也 英语又进步了一样 就是说让你的皮肤焕发新生吧 然后有一些帮助你皮肤更喷 然后看起来更饱满 然后也会修复你一些泛红啊 这样一些的一个产品 然后它是个面膜 然后是涂抹式的 所以说就是你涂上去十分钟 然后洗掉这种面膜 我还挺种草的 当时是去看微博上一个 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博主 叫金会笑笑好像 然后他推荐的这个产品 就是那种像小黄瓜 就那种皮特班 皮特班 皮特班那个小黄瓜的那种 闻起来是那种黄瓜的 对它是这种黏黏的这种质地的 反正摸上手的感觉还挺好的 因为我们当时抹了一点点在手上 然后就吸收了嘛 我觉得这个产品应该是有用的 哇这个味道 是吧 就是那种清新无敌小黄瓜的味道 对有点森女的那种感觉的 然后它是专门给敏感肌做的嘛 然后这个牌子本来也是敏感肌专用 这个First Eye Beauty之前不是很火的 它那个什么可以代替蓝梅的那个急救面霜嘛 然后也是挺火的 所以想试一试这个产品 所以比较水吧 这也是滑一波 滑一波这个比较水 这是Sephora自己的一个 这叫什么海绵铺吗 对就是铺铺 对呢就是抵一下那种 嗯就像专业化妆师给自己抵一下 然后画眼线那种 对因为你抵住的话 你的手就不会把你脸上的那个妆给擦掉了 对对对 像一样就是买到就觉得 好像跟上一个那个文艺复兴差不多的一个盘子 就是Anastasia Beverly Hills出的这个Soft Glam 然后这是老盘 对这是老盘 然后它这次来的时候正好带了嘛 所以我给大家做个比较吧 就因为确实我们当时在店里比较就觉得长得差不多 对 然后它也是送了一个刷子 然后但是当时我用过你这盘 这个刷子很糙啦 对这个刷子而且很显色 就手会很重显得你自己就这样涂了那种几百斤的那种 精致的那种感觉 对你看 我觉得这样是比较 对就要这边这一圈要红一点 红一点对对对 但是这就偏日常一些 对但是那一刷的话感觉跟这一刷差不多 对对对 对他自己也说有几个 有三个颜色是跟那个就是文艺复兴是一样的 所以说如果有文艺复兴那盘的话 我是觉得不用买这一盘了 因为我是没有那一盘 因为当时我就用了它的 然后我觉得红色就是下手太重了对吧 我本来就手重 然后就用这个之后就整个 腫了 对 它的网名叫做独角兽的眼泪 对对对 就是这个 是打开也是这样 那应该是从instagram上面活起来的 对对对 但是后来发现它其实是精华类的嘛 而且它的 对很讨厌这种长指甲最讨厌这种 而且它的颜色特别的好看 它是这种打开包装的方式 它是这种粉色紫色的这种东西 然后有sparkle在里面 然后它其实不是一个油 它是一个类似于像精华一样的东西 不是很香 对它没有什么很奇怪的味道 然后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精华用 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primer用 然后反正就是我因为之前有一段时间 非常非常非常的干 然后就是上底妆反正就是这种 暴脾的状态 但这个东西就是拯救了我的底妆 这个是给男朋友买的补货 就是你们看我空瓶镜 应该推荐过很多次推烂了这个 Belief的这个waterbomb 是特别好用的 然后这次它正好出了一个这种套装 我觉得好像挺划算 因为它本来这个面霜就要38嘛 然后它这个套装里面还送你两个 这个一个精华面精华 就是这种 哇打刀了 这样 送了一个这个眼部的眼霜 然后送了一个精华 然后小小芝麻可以去试一试 我觉得挺好的 反正就相当于买了一个正妆 然后送了两个小样这样子 我觉得还挺好 然后下一个就是说Dior的这个精华 相当于是那种让你 比如说你熬夜啊什么的 然后第二天起来以后 会让你的脸看起来比较精神一点 就可能没有那么暗沉 或者劳累的那种 今天就长得差不多了是吧 嗯 对没有什么讲的了 然后我们所有的产品也说完了 哦 最重要的东西 彩蛋 对那就当彩蛋吧大家 对今天我们去搜包买的时候呢 如果你是两个人去 然后你是有那个VIB ROGE的话 他会送你一个这个卡包 对 这个卡包 还挺好看的 对所以你当时你如果购物结账的话 你一定要找要 因为当时他的那个姐姐就很好去给了 对 然后我那个姐姐呢 他就搞忘给了 然后是后来给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找要拿 然后这个卡包我觉得平时装一装校卡 饭卡呀 公交车卡 还不错 对然后还有什么 我觉得健身卡 什么卡 然后我们也没有这些东西 我就 假装自己有 对假装自己还年轻 就觉得有个卡包很开心 你知道 因为感觉像bonus 因为你买了这么多东西 花了这么多钱 有一个小礼物 心里还是开心的嘛 这种安慰的糖果还是要有的 对而且质量还可以 对对 不是很劣质的那种赠品的感觉 对对对 所以今天的节目呢 就这样结束了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视频 也感谢来福 平安你好 真正没有提到任何人的名字 只知道 只在听我提到了 这个这两个人被取了一个 还这个彩蛋 按策策按号 对对对 然后对录一个正经的 录一个正经的结尾吧 所以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 请给我点赞 然后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呢 可以向我留言 我会及时回复的 然后所有的信息呢 今天所有买到的东西呢 也会发到信息栏里面 然后如果大家有什么想看的话 也可以告诉我 好谢谢今天 今天我是平安 然后这是来佛 然后再来 donc 了 是的 Bobb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